你大概有注意到的話 應該就OK 第一個就是你的資料庫是不是放在那個 跟你的Excel放一起 Excel放一起的話 list.workbook.pass 但如果未來你的assess是放在另外的地方 那你就變更這個路徑就可以了 OK 寫成一個絕對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不要用list.workbook.pass的話 你要用絕對路徑的話 那其實你就修改什麼 修改 假設我改成在這裡好了 那你可以第一把上面的這個路徑點一下 我習慣是把它複製啦 有沒有 這個路徑 不過這個路徑很長一串 不然我就把這個 這個資料乾脆就把它複製好了 我把它放複製到低疊好了 OK 就這樣 就放低疊 二的話那怎麼改 很簡單嘛 就把這邊的話 就不要list.workbook 這個 就是把這一串東西有沒有 加 就是DataSource 等於後面的話 一定要是提供一個 一個自串 這樣看一下 一定要是串在一起 所以這邊的話就這樣 DataSource等於 後面的話就加一個什麼 D冒號斜線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我的路徑是在這個路徑底下了 這樣就絕對了 如果未來你想說我要共用的話 比如說我要跟別人共用 共用的話就是 低疊要共用 低疊共用 按右鍵 這邊不是有共用 內容 內容裡面不是有一個什麼 共用嘛 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現在不共用 你可以把它共用出來 共用此資料夾 名稱叫什麼 反正叫D號 權限的話 記得它預設是只能讀取 你記得 如果你要讓別人可以寫入的話 那你一定要什麼 那要允許全部了 完全變更的 OK 不然的話 那或者你可以設定啦 那個使用者 每個人就每個人 OK 那你可以按套用 這樣子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我的路徑就變這樣了 有沒有 在我這台電腦叫什麼 反斜線 反斜線 我這台叫PC736 然後按下9的底下的低疊 OK 這樣子的話就是在我們intranet裡面 但是你可能還有一個地方要設定 就是你必須要 因為WIN 好像WIN7以後 它的共用還要再做設定 它預設是不能共用的 你把那個共用打開就可以了 至於在哪裡 你們再找一下 這邊應該有一些設定 稍微找一下 你就可以把這個名稱 把這個路徑改成這樣 改成這個data source等於在這個電腦的底下 會有一個低疊的這個檔案 這樣也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要共用的話 可以再稍微改動一下 就可以做出我們很多台電腦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要共用Excel的資料 常常就是把Excel直接共享出 大家互相存取 最後效率非常非常差 而且很容易掉資料 那怎麼辦 用這個方法就OK了 OK 就是把它放往方 但前提是往方要能夠通的 然後再做存取的動作 OK 好 假設我先放在d跌好了 其他的話 我如果不動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再把它跑一下 F8 On Air Go 這個連線能不能連成功 Open它 可以 有沒有 所以如果過的話 那這一行就沒問題了 然後Create Table OK Create Table它也跳過了 然後再來就把資料全部寫進去 新增成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低疊的資料 低疊的資料 這個 裡面應該就會有資料 但是就有一個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資料會一直不斷重複 哇 你放這麼多 都會這樣重複 所以理論上假如說我今天的需求 不是要重複 而是要每寫錄一次 就先把舊的資料表先砍掉 然後再寫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理論上會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先把這個資料表先刪除掉 就是在SQL語法叫Drop Table 把這個TableDrop掉 然後再重新Create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在哪裡 在這個VBA裡面做的話 理論上就是在新增Create Table之前 可以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然後呢 做什麼動作呢 就貼上了 那就來改好了 其實你只要把Create Table改成什麼 刪除Table 叫什麼 Drop OK 其實還蠻好記的 有沒有 把Create改成Drop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就不需要 只要那個 你要刪除的資料表的名稱叫什麼就好了 就不用藍位了 Drop Table有沒有 那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 直接 所以如果用這個方法 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 先Drop掉 理論上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我看一下 先Drop掉它 然後再開的天 然後再直接資料放進去 那剛剛會有不斷重複資料 現在要被重複資料 打開看一下 13的 如果再把它關掉 再跑一次 又新增成功了 再打開 還是13 意思說先Drop掉 然後再Create OK 大概是這樣啦 其他的話呢 就是 還有哪一些要注意的 還有就是說 如果語文、數學、地理 假設你不要用那個什麼 用Test 你可以改成數字 數字的話叫Integer 數字 如果說你今天要是有小數點的話 就是Double Double OK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好像改 非常簡單 你如果這樣改 你就直接貼貼 就OK了 這樣就可以了 Integer 那其他的話 還有 Insert into 如果是圖片裡面 圖片的話 通常不建議你 已經沒有人在用 因為它那是 Binary 它二進位檔 那檔那麼大 你塞到資料庫 反而只把資料庫塞爆而已 通常如果是一個圖檔或影片檔的話 通常是記一個連結 就是說這個東西放哪裡啦 沒有人直接把那麼大的東西把它塞到資料庫 那你即便可以塞 可以啦 它有 Binary 但是你將來你要存取也是個麻煩 而且你資料庫會變得跑得非常非常慢 所以通常我以前的做法 我們以前的做法都是給它放什麼 放這個圖或這個影片的看檔名 或者是說它是放在雲端 放在Server的哪一個位置 記錄它的位置 將來如果我要程式去讀取的話 那我去讀那個位置就好了嘛 那個位置只是一個字串 字串放不了多少東西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啦 應該也沒有人說 只是直接把那個影片都放進去 OK 好 那大概這個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Insert into 這個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想說這一串到底怎麼來的 實際上喔 我底下有一個叫 完整的這個SQL譯法 比如說我只有示範第一筆資料 它原來是長這樣 有沒有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剛剛這一串 有沒有 其實喔 這一串本來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 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然後它的欄位叫什麼名字 後面加一個values 它的資料 有沒有 那可是我將來要放的資料呢 它分別在哪一個欄位呢 分別在這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所以喔 這個可能相對會比較麻煩一點的 你想說我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也非常 意思是說在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 插入一個A欄的意思 A欄的哪個儲存格位置 所以這邊 我應該要把他拉上來一點點 不然我的頭又擋到了 這邊有個頭 OK 大家在這裡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喔 有點像放個變數 有沒有 之前算一號 算一號 1到中間 and and 再1到中間 只是不是放個I 是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哪一個儲存格 Sales 然後刮虎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我的資料在A欄 所以這邊放個A OK 好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and的符號前後加空白 這樣有沒有 意思就是把什麼 把A欄的資料放到裡面 應該看得懂吧 OK 這個我覺得大家比較會有障礙的地方 就在這裡 而且這很容易做錯 那B欄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做一個之後 B欄就直接複製嘛 複製的位置剛好是單引號 到單引號的中間 複製 把它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B嘛 對不對 OK 然後這邊改成C 跟各位講 這個動作非常容易做錯 雖然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一次就可以做對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非常有支持 因為我以前剛開始當工程師的時候 光我要改這個地方 我曾經改了一整天都在改這個東西 一直卡住 OK 後來我發現 我會自於得熟悉 就是因為我改了一整天 我後來終於知道 我哪裡有問題了 OK 所以我只是分享一下 把這個地方 改完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很長耶 怎麼辦 右邊 特別注意你只要看到 enter 符號的後面 再加一個什麼呢 空白後面加一個底線 enter它 它上一行跟下一行就會當成同一行 你不能說直接 直接把它enter 它就錯了 OK 如果太長的程式 如果你要讓它能夠折行的話 記得我的習慣是 找到它的串接符號的後面這個 這個右邊的空白的右邊 加一個underline底線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enter了 這邊也是這樣 如果在C這邊好了 在這個地方好了 在右邊加一個底線 enter 這樣的話 就看起來會比較賞心悅目了 所以我雲端上面的東西 其實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怕之後有同學換一個東西 就不會做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細節 那待會的話再跟各位講說 那我如果資料過來的話 假設我希望再寫一個什麼 讀取 讀取什麼讀取 先幫我把這個東西delete掉 然後幫我把新的東西call過來 有沒有 有些時候 我們全公司的資料要同步 同步的話也是有麻煩 有的人舊的 有的人新的 那最後怎麼辦 一定要有個地方放 那就資料庫 好 我們全部都放過去了 但是你要更新嘛 更新怎麼更新 就是先再把它讀回來 讀回來就是把舊的刪掉 再讀回來 那怎麼讀回來 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道理差不多啦 跟剛剛程式其實也差不多 一定要連線嘛 對不對 一定要連線 連到它嘛 然後就不用drove啦 下一個語法叫slate slate跟他講說 我要把那個班級裡面的東西全部讀回來 那讀回來之後的話 你只要透過那個range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就可以把它直接讀過來了 讀到range裡面去就可以了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一一變更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路徑可以改一下 OK 第二的話我增加了一個drop table OK 然後另外你也可以改改看你的資料型態 如果你不要用text的話 你可以改成integer 這integer是整數啦 另外的話底下這個尤其是比較重要 你可以把這個刪掉 這個是最關鍵的地方 然後insertinteger你可以拿這一行來call 這一行有沒有 這一行就是模擬那個 所以以後如果你剛開始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先寫什麼 先寫一行就好了 就是先寫第一列的資料啦 第一列的資料 就是假設這麼多啦 你就先模擬嘛 模擬我要先把第一列的資料寫進去的話 那就是這樣的方式 insertinteger到那個table裡面 然後哪些欄位 哪些value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不好 特別重要前後這個單引號可能一定要有 你不要沒事少一個單引號 或者是前面有後面沒有 那也OK啦 來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就是有一些寫入到資料庫的一些細節